内地三大电讯商近日公布了手机用户数据。今年首两个月,三企合共累计流失了约2000万个用户。由于跌幅惊人,引起市场高度关注,官方资料显示,中国移动00941今年1月和2月。 手机用户分别流失约86万和725.4万户。首两个月累计净减客户811万户。中国电讯007281月手机用户微星。唯2月用户流失560万户。联通007621月份流失118.6万个用户。2月逆小料660.1万户。 翻查资料。内地2016年在推行电话用户实名制。据当年发布的规定,每名用户在同一家基础电讯企业,或同一移动转售企业办理有效使用的电话卡最多可达到5张。 换句话说,每人在三大电讯箱最多可开办。至少15张电话卡之多。有网民将手机用户带降与疫情连上关系。其实,用户减少可能有以下几大原因。 1.用户离开或未有缴废。中国政府被指封锁消息。网民指手机用户带降。是疑似隐瞒的作证。用户在疫情影响下已不再可能是手机用户减少的其中一个因素。 但更值得留意是,由于多省封城,部分持有三家电讯箱手机卡的用户离开了中国。 又或部分人未能返回自己居住的省份。因而未能缴废,均有可能导致服务被终止。致使用户数目急跌。 2.公司复工难甚至倒闭。官方大力推动企业复工复产。 2.发改委早前更止除湖北等个别省份外。其他省复工率均已超过90%。部分已接近100%。 可惜,经济增速大幅放缓,引致消费不振投资萎缩。海外订单取消,部分公司纷纷财员甚至倒闭。 由于公司一般因应业务持有多个流动电话号码。如今因应大环境急剧转差。 有些公司公员工使用的手机卡已用不着。要大减服务已控制开支。 甚至公司复工无期。取消服务。致使流动电话登记用户数目急降。 事实上,包美市场因疫情事弱而需求紧缩。订单预减。 内地厂商面对出口业不景。根本无法真正复工。有贸易商形容情况惨过2008年金融海啸时期。 3.推动5G整顿旧僵尸用户。内地正积极推动5G并陆续整顿旧系统的僵尸用户。 以中仪数据为例。虽然2月份4G客户数目减少了于1200万户。 但5G套餐客户数目正增866.3万户或1.2倍。至1539万户。 抵消了电讯箱减少的出帐用户数目。 需要留意。中仪在5G的数据资料中写到。5G套餐客户只订购5G支费。套餐的个人移动电话客户。 不包含未订购5G套餐。仅供享5G套餐资源的客户。 反映实际使用5G人数或更多。公司管理层点讲。 中仪董事长杨洁子。公司1月份流动客量净减86.2万。 基本上是过去20年来从未见过的事。受疫情影响。 2月份流动客户更减少725万户。 被问及是否与内地去年11月起。 容许消费者葵号转台有关。 他表示中仪客量一向是最大。政策令客户减少实属正常。 为整体而言流失量依然很少。 至于联通流动用户年跌4个月。 董事长黄晓初解释。流动用户2月流失主要是新冠肺炎疫情下。 一些用家电信箱的双SIM卡机用户把其中一张SIM卡暂停。 并非客户人数出事。 又为3月开始应该比较稳定。 他又说。疫情并无令数据用量减少。 因为谁也来不开手机。 原本用于工作上的数据也换成了消闲娱乐。 唯因为停工关系。工作上联络减少会。 令语音业务收入受到明显影响。 中国电信周二,24日,将公布业绩。 下午会举行记者会。 相信届时管理层会就用户变动解话。 对于内地电信商流动用户客量大减。 光大新鸿基财富管理策略施温健。 相信只是一些用户因停工,等原因暂停号码所致。 客量萎缩仍有待观察。 况且被暂停的账号应该普遍消费较低。 往后环要看5G对每月,每户平均收入之拉动作用。 连云络状态,4年我本身相当通的结局。 里面证划 证刀